我的心都在花蓮 声音整天后 国民党立院总招傅昆琦 终于现身花蓮 傅凯 饭店前 傅昆琦跟所有我们的立委同仁 都会来保护花东人民的安全 说要保护花东人民 但23号花蓮再次天摇地动 污毁 防导 拆除工程都还没进行 花蓮在地立委傅昆琦 25号就要带着国民党立委到中国 最近大家很多的一些意见讨论 我相信他都知道了 他应该都听到大家意见 他也不是一个不会调整的人 政灾的时候有很多需要 民意代表 需要政府来共同合作联系的时候 你在这个时候 你的心思却在北京 请往北京 我想这绝对不是一个 正确的一个决定 我想今天国会议员 代表立法院 到WHA去争取 台湾能够加入 这是公务行程 那我们今天到大陆去 能够带进更多的客员 团客自由行能够走进台湾的话 不正是台湾最需要的 国会员的公务吗 据了解 傅昆琦仿中行程 将不受这回地震影响 道士原定四天三夜计划 有望调整 为严防4月26号 院会受民进党突袭 傅昆琦不指向篮尾门下军令 要求排除万难 镇守立院 甚至可能在当天 院会攻防告一段落后 傅昆琦才会率团前往中国 什么时候出发 这个也是我遵照这个 我们跟 因为我们的团长是副总裁 所以我都尊重他的意见 到底是中国给了什么指令 让他们必须在现在 急迫地前往中国 去领旨 去接收指令 我们当然不具优才位积 就是要把它完成 我想各方的说法 我们都尊重 傅昆琦未到中国 不甩党内外杂音 只怕赢了微信 却失了乡亲支持 我们都尊重